你现在所看到的不是一座假山 而是一个巨型马铃薯 这个巨型马铃薯两个人都抬不动 必须用车运输 世界是神奇的 总有一些东西超出场理 今天我们将介绍史上最大的蔬菜和水果 每一个都可能震撼你的三观 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吧 在平常的生活中 我们看到的南瓜至少都在两公斤以上吧 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南瓜 重量高达重2702磅 换算过来就是1226公斤 几个成年人一起抱都抱不起来 得用起重基调才能吊起来 这个南瓜的种植者 是一位意大利的农民 到现在稳坐世界冠军 2003年巨型柠檬首次亮相 以色列的农民西马尔 种植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柠檬 这个柠檬的大小 跟人的头差不多大 重达5公斤 它的皮薄 脂多 酸甜适中 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柠檬品种 巨型柠檬通常用来制作柠檬汁 柠檬酱和柠檬糖 也可以直接食用 它们富含维生素C和抗氧化剂 有助于增强人体免疫力 促进健康 所有人都知道 波罗蜜是水果里面最大的品种之一 这种热带水果 一直以来也以大著称 但很少人了解到 它到底能长多大 一个来自印尼的水果种植园 最后以42.72公斤的成绩 交出这份答卷 里面的波罗蜜全村人 吃都吃不完 一位巴西的农夫名叫奥利维拉 在菜地里 种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土豆 这个土豆重达80公斤 相当于我们平常 吃的土豆的400倍左右 然而在美国的爱达河州 有人自称拥有6吨重的巨型土豆 并且建立了一个旅馆 但是当记者前往采访时 才发现 这其实是一个土豆推广组织 所建立的雕像 并将其改造成旅馆 这个旅馆全长8.5米 高3.5米 由钢铁和水泥制造 但内部装有冷气和火炉 据了解 这是爱达河州 为了证明自己是 世界土豆之乡所建立的 后来还专门用拖车 在美国全国巡演了7年 现在这个旅馆 坐落在一个大农场上 欢迎全球游客前往居住 一碗的价格约为100美元 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吃的卷心菜 小的几百克 大的也就一斤左右 但是美国阿拉斯加的 John Evans 却种植出了世界上最大的卷心菜 重达34.4千克 相当于我们平常买的那种 卷心菜的70至80个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只是 他的世界最大蔬菜记录中的一个 他至今保持了 7项世界最大蔬菜的记录 你能想象得到世界上最大的西瓜 有多重吗 你是否见过300多斤的大西瓜 在美国田纳西州 一位叫克瑞斯 肯特的农场主 种植出了世界上最大的西瓜 重达158公斤 也就是足足有316斤重 这个西瓜打破了世界吉尼斯记录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西瓜大王 世界上最大的番茄 由一位名叫马克科伊的农民种植 他也是一位巨型蔬菜种植专家 他之前已经种植过超大型南瓜 后来将目光转向西红柿 他从法国农民那里 获得了两颗巨型番茄的种子 并在自己的培育下 最终长出了一颗 重达4公斤的番茄 因为它太大 甚至需要用他妻子的丝袜拿来扶着 防止在生长过程中掉落 世界上最大的苹果 是在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苹果园里 长出来的 它的重量高达3.1千克 相当于一个普通苹果的20倍 这只苹果的外形十分完美 没有任何瑕疵 它的表面光滑 色泽鲜艳 看上去非常诱人 尽管这只苹果的体型极大 但是它的果肉仍然十分鲜美 口感极佳 这只苹果可以让一个大家庭共享 也可以成为一道精美的菜肴 被放在餐桌上展示 它的主人们表示 这只苹果不仅仅是一个观赏性极高的果实 更是一份对大自然的尊敬和感恩之物 在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菜地中 种植出了世界上最大的黄瓜 这种黄瓜长1.6米 直径约为0.5米 重达20斤左右 尽管这种黄瓜的体型确实很大 但它的外观并不是很美观 远看这种黄瓜 会发现它长着凸起的绿色疙瘩 很像常见的癞蛤蟆的疙瘩 看起来非常恶心 如果是你 你会吓得了嘴吗 洋葱是西方人最喜欢的蔬菜之一 几乎所有西餐都离不开洋葱 一位职业园丁彼得 格莱斯种出了超过8公斤重的洋葱 打破了世界纪录 他是一位著名的园丁 擅长种植各种超大型的蔬菜 他很了解洋葱的习性 喜欢生长在凉爽的环境中 因此他在初冬或者晚春种植 浇水的时候 选择阳光明媚的早上 他的努力和专注 终于让他种出了世界上最大的洋葱 这让他非常开心 朋友们还知道哪些世界上最大的水果和蔬菜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更多的人知道